我爱罗这一趟出去 差点就没回来 不过其实刚手早就派凯和阿司马 还有昔日红偷偷潜入保护我爱罗 只是三人最后都还没来得及出手 宁次一行人就将我爱罗救下了 沙影村这边早就发现了我爱罗消失不见 可还没来得及寻找我爱罗自己就已经回来了 他没有提及自己遭遇袭击的事情 只是让所有人继续中人考试 然而这可以当成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吗 当然不可能 真正想要我爱罗性命的人服役可还没服法 我爱罗已经知道幕后黑手是他 就在服役在思考法医有没有得手的时候 我爱罗的沙分身出现了 服役不知道我爱罗想对他说什么 只能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爱罗说 我一直将你视为沙影村最重要的同胞 以前是 现在同样也是 对于我来说 曾经同胞 朋友都只是毫无意义的词汇人 我从来都没有体会过其中的意义 直到在入侵木叶的时候 一名敌对的忍者教会了我 那人明明和我一样拥有着同样痛苦的遭遇 可他依然能体会到别人的痛苦 分享自己的喜悦与悲伤 我爱罗正是那时候明白了朋友是多么的重要 他也想要成为和他一样被人需要的人 服役听完他的话之后 只是恭维地回答 对于我们沙影而言 您永远是不可破缺的重要人 我爱罗听出服役话里的意思 曾经村子需要他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件重要的武器 可这武器却又散发着威胁 很多民众都活在了对他的恐惧之中 我爱罗非常明白这一切 当初他可是被自己的父亲暗杀了六次 他的父亲死后 在得知自己被推荐出任封影之时 我爱罗就知道肯定会有人反对自己 那时他也很犹豫 可是想到名人 他决定去坦然面对一切 去努力弥补曾经自己对大家造成的伤害 然而他的想法却没能被沙影村的民众能接受 他想要放弃带着所有恐怖从沙影村消失 可是这时却出现了一群人选择毫无成见地接受了他 这些人指的就是茉莉还有子罗 为了他们 我爱罗才下定决心成为封影 而这些都是服役不知道的 他不禁有些动容 我爱罗没指责服役 他只是表明自己的态度 想取他的性命随时都可以 但是不要伤害那些沙影年轻的后果 不要将他们牵扯进仇恨之中 而这时茉莉三人已经快要抵达考试的目的地 可惜的是三人都没有及其卷种 这次中人考试显然是过不了了 不过毕竟发生了这么多事 等下次再努力也是可以的 虽然三人准备放弃比赛 但是茉莉还想和一个人交手 那就是和他同为我爱罗学生的子罗 这是他的心愿 恰好子罗这队也没有凑齐卷种 三人同样准备放弃了 下次他们肯定能过 突然 茉莉出现 叶木顿时两眼放光 不过子罗认为他们同为沙影村考生 战斗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想要他们的卷种那他可以拱手相让 御医自然是来者不拒 可茉莉摁住了他 他向子罗坦白了自己的真实意图 其实他就是想和子罗较量一下 他想知道同为我爱罗学生的他 到底有没有资格继承封印我爱罗大人的意志 进而支撑起沙影村 两人立刻展开战斗 茉莉拿出绳镖甩向子罗 子罗轻松躲过 不过其实这场战斗并没有什么悬念 塞亚人出现 战斗结束 茉莉愿赌服输 心甘情愿交出自己的卷种 不过尴尬的是 还是天天卷种 看来天天按本亲女儿的身份失丑 最后大家相视一笑 那就一起下次再考吧 而远处看着他们战斗的我爱罗和福音 两人一起见证了沙影新生的力量 我爱罗消失后 福音感慨良多 茉莉举刀切腹自尽 他决定一人承担一切责任 就让恐怖的记忆消失在过去的黑暗中 剩下的就交给创造新时代的孩子们吧 针对我爱罗的阴谋就此结束 第二次中人考试到这里也就接近尾声了 最后是几家欢喜几家仇 总之小李三人绝对是仇的那一家 小李想凭借一张嘴说服考官 毕竟他们也拿到了两个卷种 虽然是天天卷种 而且因为出现了一些事情 才让他们没有时间去收集卷种 这件事封隐大人可是能作证的 但是考官言辞拒绝 当天晚上 我爱罗召集所有一众负责人 表示由于杀影妹部的原因 取消第三场考试 录完询问净声咋办 我爱罗表示第二次中人考试各队的表现 已经做好了详细的记录 所以关于能不能净声中人 可以游个村的领导人是情况决定 而考生方面 他可以出场说明 我爱罗现在说话真是越来越有领导人的气质 第二天一大早 还是同样的地方 考生们都知道了第三轮考试取消的消息 众人反应都不一样 但好在没有出现非常抗拒 这个时候我爱罗出场了 接下来就是我爱罗的个人秀时间 一直以来人们总在说人只为了达成任务 就连牺牲同伴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但现在我们知道了有些东西比规则更难能可规 那就是朋友和同村的同伴 我爱罗一开口就要改变忍者历来的旧规则 开创新时代 这番话让一众吓人热血沸腾 他表示之所以取消第三场考试 是因为通过这场考试 他相信大家都明白了能够分担痛苦的战友羁绊 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取消考试并不是代表大家都不能晋升中人 相反这次考试的合格条件还放宽了 在场所有考生的表现记录都会发给个村落的人 考试的结果由各村领导人自行决定 听到这话小李就很兴奋了 这表示他们有合格的机会 第二次中人考试到此结束 不过人者们迎来的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大家都开始向新的征程出发 子罗穿上了小李送给他的连皮 他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前往风之国边疆驻守 小罗莉夜幕自然要追随自己的幸福 队友献上祝福 女影村紫阳花这一队也回到了村子 天使小男听完他们的汇报之后 同意三人晋升为中人 并当即给三人下达了一个S级任务 紫阳花三人欣然领命 不过接下来的结局我们都知道了 只见两名与迎人者如同往常一样 将包裹好尸体搬运到佩恩所在的高塔 因为尸体比较轻 所以他们断定这一定是一具女尸 放下尸体 两人检查了一番 果然是中人紫阳花 没想到他刚当上中人 第一次任务就殉职了 那么问题来了 紫阳花的死是不是小男故意安排的呢 毕竟他给三个中人安排的是 只有上人才能完成的S级任务 面对紫阳花的尸体他面无表情 另外一边 在返回龙影村路上 福三人察觉到了被追踪 三人停下来迎敌 是角都和飞断来抓尾兽人助力了 福一眼就认出角都 知道他当年暗杀初代火影失败后 回村就抢夺秘书夺走了高层的心脏 角都的大名下得服的同伴冷汗直冒 不过福却开心地拉着角都的手 想跟他做朋友 之后的战斗没什么悬念 七伟人助力就此被抓 木叶村这里 火影刚手也收到了杀影发来的报告 经过讨论之后 决定将厨田 赤奶 牙 小鹰 锦眼 钉刺 六个人晋升为中人 小李还是不免有些沮丧 不过刚手表示 尽管你们没有集齐两种卷种 但是出色的表现完全符合中人实力 所以同意小李和天天也晋升为中人 怎么会没有宁刺呢 小李和天天刚想为宁刺鸣不平 但是不好意思 宁刺直接跃及成为上人 因为封营我艾罗着重表扬了宁刺 这场面真让人感动 全员都晋升为中人 除了那两个常年开挂的挂逼 严重影响忍戒公平 所以经组织决定剥夺两人晋升权力终身 不过名人这时候在哪里呢 初天已经开始想念他了 此刻的名人还不知道 初天已经长大了吧